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明时节雨纷纷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简惠之 率国际贸易厅长屈杰兵 公安厅长苏安彤等省府要员 与中国朱温华总领事刘飞一起 出席温华侨社举行的清明拜祭华裔先驱仪式 简惠之还宣布省府拨款3万元 修缮山井墓园内的华裔仙桥纪念碑和祭坛 去年也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 就过去排华历史向华裔社区道歉两周年之计 简惠之首度出席山井墓园的清明祭扫活动 成为第一名出席清明华人拜祭仪式的加拿大省长 省国际贸易兼多元化及亚太门户策略厅长曲杰斌表示 省府正积极推进把排华的黑暗列入历史教科书 做到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我们还推广一两圈的全情的计划 其中包括在我们的中学小学的课程 加热有持续华人的历史的课程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飞指出 华裔仙桥对加拿大贡献巨大 值得后世永远缅怀敬仰 他对省府勇敢道歉 重视家中关系也表示赞赏 我为我们在加拿大华侨华人的地位的提高 感到骄傲和自豪也祝福大家 凤凰卫视祖克勤七文峰温哥华报道